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似乎都有一些关于小龙虾的童年故事 他是现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副州长比利龙杰赛 而小龙虾即是路易斯安那州官方公布的粥甲殼食物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主要有两种 路易斯安那州生产的小龙虾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红色的黑士元傲虾 而另一种是白色的怀特河傲虾 而广受欢迎的小龙虾就是黑士元傲虾 他是麦克尔佛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兼经销商之一 即使现在已经做了老板 佛路易斯小时候就是因为想吃小龙虾 偷偷翻墙进入了鄰居的养殖池塘捕捉 水稻田和小龙虾的养殖有住紧密的关系 和中国相似 杜米也是路易斯安那州南方的主食之一 这个就是插入稻田的小龙虾网 在小龙虾收获时节 水稻田上星罗旗布的都是小龙虾网 而工人开着这种水鹿两庸有个大卵的船 每天收成网里面的小龙虾 然后再将空网添加鱼类放回去田里面 艾德·吉德里是佛路易斯水产养殖场的运营经理 这边可以来到他们进去吃 是那一下他们中迪跨入了 然后他们中迪跨出了 然后在一些分析时 他们会都出生的最后一个大汤 所以在一辈子找到大多亩的小龙虾 从oma山上的空之一 这些都是种草�桥的 这些都是草产所侧的 这都是什么大家都在这次的 algún一年 這個年來的海鮮魚是很棒的 這是大家在這次的年來的 像這個樣子 當作來的是非海洲 而淡水魚種也可以 他們是清洗員 他們吃了所有東西 如果有任何材料 他們會清洗 剛捕獲的小龍蝦 在經過清水沖洗之後 就會被分裝到一個30磅重的袋 然後運送到客戶的手中 在陸易斯安那州 聽到公眾說水煮小龍蝦 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 這個詞代表的不僅是食物 而是關於家人和朋友的聚會 但是這就是一群人們 一起去看一場球賽 或是生日節 或是燒烤魚 但這其實是一個活動 我們稱為烤魚球 它們在廣州的地方 都在廣州 科迪卡諾爾和他的太太 薩曼莎卡諾爾 是當地年輕一輩的明星廚師 也是兩家餐廳的老闆 辣蝦人就是其中的一家 我的最愛的食物是海鮮 燒烤魚 我的最愛的食物是海鮮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劉欣文 發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報道 多謝收看美國之音製作的 美國轉訊 我是吳敬藥 下期節目時間再見